世界杯临近 我们来回顾一下06世界杯上 法国队与巴西的这场比赛中 通常是其他内的一些经典动作处理 起祖这一拉一波 看似轻小 实际上是四两八千斤 巴西队老队长卡夫 也没能幸免躲开这四倍戏耍 他这一晃一波躲过了卢旭耀 然后协防的人也顺势摆脱 通常与其他内对位的卡卡 也是吃尽了苦头 这是第一次出球 直接用了一个油渣丸子来摆脱防守 这是一个二点球的控制 面对来球 其他内是轻轻一挑 然后顺势头顶给了旁边的队友 在动作中 我们可以看到被挑过的巴西球员 正是其他内在黄马的队友 9号大罗 这一次横向的带球 首先是用手指离间边路的队友 然后马上用一个外脚背的急停 变换了节奏 缓过了对手的压力 然后轻松的一拉球 再把球传移到了右侧 这第一次停球是停向了对手的方向 但是马上紧接着马赛回旋 说明745在之前已经观察好了右侧的空间 这一提的是我们可以惊叹于其他内在中场这种精湛的技术 但是在那个年代 他身边的这个 给予持球员的这种压力 还是不够的 问脚下的速率频率 其他内肯定不是最快的 但是他自己所带的这样的控球节奏 慢中有快 快中带慢 令防守队员经常是故此失彼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